临近春节,沈阳市疫情防控形势如何呢?有什么最新的防控措施吗?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都有了保障吗? 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沈阳市民政卫健商务局等六部门联合举行了迎新春惠民生保运行系列新闻发布会,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眼下,铺炒市民已经开始采购年货。沈阳市商务局表示,今年节日期间,沈阳市粮油肉蛋奶果蔬供应充足,完全可以满足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 加强产销衔接,多渠道组织货源,增加市场供给和备货量,确保批发市场日均上市量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节日期间,既要确保百姓吃得好,也要吃得安全。 沈阳市市场监管局表示,要严格进口冷链食品、铁桶式管控和闭环式监管,实行月评估日平行检测核酸检测制度。 目前全市首站定量冷库进口冷链食品指出不入,且对原有的库存实行PP检测,渐渐消毒后方可出库。 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性大,疫情传播风险高。 为此,沈阳市卫健部门倡导广大市民就地过年,严格控制聚集性活动。 50人以上活动要制定防控方案,原则上不举办超过300人的活动。 提倡举办线上会议和视频会议,减少农村集市的规模和频次,控制人流量,落实通风消毒等防控措施。 为确保市民温暖过节,沈阳市提出10个确保的供热目标,针对采取非集中供暖方式的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等特殊群体的供暖救助金,也将于春节前发放到位。 确保节日期间供热质量好于平时,我局从上周开始要求供热单位,按照比平时高两度的标准,提前调整运行参数。 为满足困难群众节日生活需要,针对元旦春节的两节救助金已陆续发放,正月15前还将提前发放各类救助金,保障困难群众节后的基本生活。 发放城乡低保金,特困救助护养金,高龄和私能老年人生活补贴,残疾人生活补贴和护利补贴,孤儿和40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等各类救助金。 thank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